give it to me like 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来说说 可能在别的地方也都找不到的清醒者 老的这些清醒者 我刚才要全部给它拆了 风头都包起来 这个给它拆掉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大家相互之间交易 我今天拿出来这些清醒者 是当时的时候欧翔 欧翔 欧翔 美如翔跟欧翔 他们合作的时候 当时这批酒的时候 应该是在1904年到1960年之间的这些酒 那么这些酒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外消毒 日本国内也是比较多一点 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时候是年代 当时这个年代 当时的这个年代是昭和29年 昭和29年的话 现在是1954年 那出版了 那我给它保留一下 当时我买的时候 当时的欧翔 威士忌的话 它的公司的名字 当时还是大黑葡萄酒厂 所以说从这点点 咱们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时候 1955年的时候 它还是大黑葡萄酒厂 那么就等于说 它只不过是跟欧翔合作了以后 那美如翔跟欧翔 大黑葡萄酒厂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说说买瓶酒 我们毕竟做酒收藏嘛 喜欢酒的 大家都说越酒越好 都要像茅台一样 对吧 赖茅 越老就越好了 那么我们 我们最老的这瓶 就是说 我现在收藏的这个 脚瓶的话 就是说 欧翔的脚瓶的话 就是最早的时候 其实它这个也是 有三期卡古兵的影子在里面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脚瓶的影子在里面 那么这瓶的话 我现在拿出来这瓶酒 应该是在1954年 也是1954年左右 但是它这瓶酒主要包装是一样 但是 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它呢 这瓶 这些酒呢 它应该是当时是在苏格兰小时候 而不是在日本本国小时候 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这个只不是我们目前的推理 推想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既然拆开了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风筒 当然了 因为时间有点缺点 因为我们是收藏嘛 对吧 所以要吃掉 所以这个半瓶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 这个它是完全的细缝 那 这个风筒 就能看出来 就是当时的时候 这个 这个 我判断它是一支 有级 那么 剩下这些的话呢 就基本上 我判断它 原来 你看 这瓶 它其实跟那瓶 就是这瓶就漂亮一点 基本上也都是差不多 我判断它呢 那这个人也是在苏格兰销售的 好,在剩下的这个商品呢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完全就是在日本销售 我估计是应该是当时的时候跑卖 那他后来马上就改了 他应该这个酒就是从195几年到1962年以前 后来196几年的话他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卡瑞兆瓦,这就是金银子 这个是1962年的 我也看不及这样的自己 总会有一句话 总是在想你 他这里都是有欧响 就是清净着的啊 咱们就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非常日语的欧响 但是他这个酒啊还是二斤的 他不是特斤的 所以说这个酒还是非常普通 当时来说非常普通 但是他也是用的 就是我认为他还是用的中国元素啊 就是用金色的事情 那将大家 怎么说,大家看一看的 这些 那么这两瓶的话呢 就是非常完成的 包括盒子都是原配的 原配的这个 欧响的这些盒子 这到1696年的时候 你看他就是欧响为止 他不是大黑了 他就没有大黑 这两个字 欧响了 这个欧响了 就是欧响了 就是清净着门的欧响了 挺好 刺激的倒是挺漂亮 挺金黄的 这个是不算的 这两个东西是非常完整的 这个是完整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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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没有好几元 所以说我们在有的东西 大家在收藏的时候 其实有的东西 看到半瓶的这种有没有问题 它主要主要是咱们就收了 什么的意思 对吧 收了一个古董的价值 所以他就硬是在一样的 这张老公里的工具 还没完整 我看得到 哪些工作 还有哪些工具 但是我都不知道 在小杉尼的工具 有些棉尸的工具 在这个一个 세상上开始翻面 不停的时间变化在不停的同时 互相征所轻写的证明所 故随保只能使进入增长 经过了很多大小型实施 alguien져他说 我去寻找他说 我们一起学习的事情,或者是投资电话, 就像我们一起投资电话, 就是经济,等等自己。 这一回是,目前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板当时做这个事情, 它也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资金学习, 而且在第二个方面就是, 卖卖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本人的生产都很产出了, 因此觉得,它不太精彩的快, 这些也对到了一个瓶颈, 后来后过,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发布到, 就是, 要是这样, 明满点, 所以, 专业的, 小型的, 整个器的, 很清楚的, 所以, 打开, 这些方面就是, 建议你的前身, 那, 明满, 我们在, 既然建议有这么活泡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会知道, 建议的, 很柔软, 这个也是, 我自己的一点的看法, 肯定是会, 希望大家, 多多交流, 之类, 唯有点感谢, 我可以, 周住宁 谢谢 谢谢大家